朱军在风波之后 他的出境率似乎有所下降 近日在某卫视2020年新春盛典 正在进入准备工作 那么在曝光的现场途中 朱军赫然在列 而且站在中间 据悉这次朱军除了要主持 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唱歌 没想到主持人如此多才多艺 还一把好嗓子 网友看到之后纷纷的留言 真是朱军 我还以为是朱丹 朱军他本人在社交平台上的最后动态 是他和其他样式主持人 一起对网友送上新年的祝福 在这个视频当中 朱军第二个出现在镜头中 他身穿一身银灰色的西装 配亮色的领带 头发乌黑 大领十分帅气 而且对镜头唱的 依据祝贺大家新年好 可以看出来 镜头的朱军 意气风发相当的开心 接下来的朱军 意气风发相当开心 接下来的主持人合照当中 朱军站在了最中间 他的地位还是主持人的老大哥 等朱军在主持人的行业当中坐到顶尖 他并不是播音专业出身 主持之路算得上是半路出架 朱军生活在一个 生在一个艺术氛围非常浓厚的家庭 1975年他开始学习乐器 有了一技之长 最后呢 以后呢 意气很直走 1991年 朱军才开始走进电视台 成为了一名主持人